換得到Ironcare基礎教學 首先我們先選取一個圓柱 找到圓柱的圖示 拖拉 接著我們只要按下滾輪 就能做視覺的變換 然後滑動滾輪就能做大小的縮放 接著我們更改它的柱寬 為60 柱高為100 再來我們在它的頂部放上一個正方形 我們選取這個點按下右鍵 to center point 選取這個圓 它就會到圓心 我們這邊更改為100 底部一樣 to point 選取底面 我們這邊更改為80 接下來我們必須按下Ctrl 同時選取兩個點 50 這邊如果沒有按下Ctrl 你只能一次選取一個點 沒辦法同時選取兩個點 所以必須按下Ctrl 接下來我們要做導直角的部分 我們按下這個圖示 選取你要做導直角的地方 這邊可以更改導直角的大小 我們設5 打勾 再來我們要做導圓角 按下這個圖示 選取你要做導圓角的部分 都選取完之後打勾 導直角跟導圓角都可以隨時的更換大小 只要找到它的值 並且更改它 接下來我們想要在底部做一個斜面的效果 那我們先拉一個正方形的洞 選取這個點 選取這個點 2 point 選取這個點 2 point 讓我們完整地覆蓋底部 接下來 我們要對這個正方形的洞 按右鍵 草稿 我們就可以修改它的草稿 我們先用剪刀 把這邊剪掉 接著用直線 拉出一個三角形 打勾 底部就會呈現一個斜面的效果 再來我們要做薄殼 找到這個圖示之後 選取你要做薄殼的地方 打勾 就會呈現一個薄殼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想要在這邊鑽洞 我們選取圓洞 拖拉放上去 先修改它為10 再來我想精準的 定位這個圓洞 那我們現在按F10 召喚出三回球 再來我們只要按下這個點 選取這個 選取這個 到這個邊 那我們設定20 然後我們再選這個點 右鍵 這個邊 20 那它就會很精準的做肉帶 離這個邊20 離這個邊20 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想要做 複製這個洞 那我們一樣按三圍球 點右鍵 拖拉它 link here 三個 20 OK 它就會一次複製去三個洞 我們做大小的修改 它們也都會一起放大跟縮小 今天的教學到這邊 謝謝大家 請你看 2 認證 2